我们复婚吧 你看得出来 艾米很喜欢你 我不想她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突然意识到 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一个编织的谎言 我不想让孩子失望 所以我希望 你能把父亲这个角色继续演下去 我也请你帮我 把这个谎言继续编下去 直到艾米长大成人 只要你答应 那塞尔顺理成章的就会成为你的公司 而我作为贤内助 不论未来你和威继是怎样的决策 我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 瞧了 我正好也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和惠子在一起 我决定 同时我也打算离开塞尔 所以麻烦你尽快找人来接替我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没太听清楚 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决定未来和惠子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继续 帮你假装艾米的父亲了 要挟 你是想拿跟艾米培养的父女情来要挟 你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是塞尔更多的股权 还是公司的话语权 康如 要挟是你的方式 不是我的 我无所谓你怎么想我 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到此为止了 周一鸣 做人不要得寸进尺 康如 我相信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 我能理解 所以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你跟我说过 你说 一个连自己都出卖的人 他是没有办法赎回来自己的 所以我只能怪我自己 我当初 出卖自己的婚姻 换来今天的这一切 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吗 我到现在 提起婚姻这两个字 依然会毛骨悚然 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伤害了惠子 伤害我自己 同时也伤害你 甚至未来会伤害爱你 我想改变这一切 我想试着赎回我自己 你能明白 康如 我 至于工作 我相信你的能力 和你的判断 一定会为塞尔做出最有利的决策 你的兄弟林少涛和塞尔 你都不要了什么 随便你 我现在只想和惠子在一起 人这一生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我活到今天 我好像才明白 选择没有对错 只有从心出发 我也希望你能知道 一个人做选择 他的标准不仅仅是利益 还有情感 谢谢你 康如 我只想和她的心 是一个不断选择的 你的呼吸是一颗解药 没人祝福也与你拥抱 我以为我懂你了 距离不是问题的 好怕我承认心痛了 你过度欢喜也没有嫉妒悲伤 也只是偶尔难过一下 提起来满是遗憾 想起来满是喜欢 感同身手做起来太难 爱奔不顾身 最后抢给另一个人 所以渐渐面着 最熟悉的陌生人 如果能慷慨 错就错别让他传爱 也许这是另一种意外 五 六 七 八 来 四 二 三 四 这个要炸满哦 四 二 三 四 打开 五 六 七 八 转 五 六 七 八 八 三 二 三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吧 累不累 不累 不累 艾米爸爸您好 我是艾米的新老师 您好 老师 往后您多费心 您客气了 艾米本身就特别有天赋 而且惠子老师之前给他打的基础好 现在特别轻松 刚才您教他这支舞 刚刚这支舞是惠子老师临走之前交给我 祝福我好好交给艾米的 我刚给你买了瓶酸奶要不要喝 再见 拜拜 惠子老师走了我挺不开心的 没事啊 艾米 不要不开心 艾米很喜欢惠子老师走了我挺不开心的 是惠子老师 当然啦 他长得那么好看 又温柔 又对我那么好 所以我舍不得他 嗯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会好好学习的 我也要像惠子老师一样 跳出那么美丽的舞 对不对 拜拜 当然 艾米以后会跳得比惠子老师还好的 真的 真的 相信我 给我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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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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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一